Hello,小伙伴们,我是明清 今天明清给大家安利的剧是由汪俊指导 刘亦菲,佟大为,领衔主演 林庚新,特邀主演 万倩,领衔主演 林依依,彭冠英特别出演 霍建华特别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玫瑰故事》 该剧根据一书的同名小说改编 看到这剧资料,明清就愣住了 神仙姐姐拍新剧了 这次合作的男演员 这是要把70,80,90后的男神凑一起了 刘亦菲饰演女主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黄一梅 一路在呵护中长大 从小便展露出艺术天赋 同大为饰演女主的哥哥黄振华 是著名的建筑师 才华横溢,宠媒狂魔 玫瑰的人生路上从来不缺追求者 她的初恋,彭冠英饰演的庄国栋 一个英俊的男人,28岁,事业有成 但是他已有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玫瑰在一次宴会上遇到她 很快就被她吸引了 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 可是庄国栋最终还是选择了 跟自己的未婚妻结婚 结束了她和玫瑰的这种关系 玫瑰伤心失落 她的哥哥决定把她送去美国读书身脏 到了美国 玫瑰选择了让母亲开心的婚事 算是找了个门当户对的男人 就是林耕心演的方邪文 两人结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 这场婚姻维持了十年 在这十年的婚姻里 玫瑰体会到了婚姻里 自己是被爱一方的感受 或许在外人眼里 他们是举案其媒的 但是玫瑰觉得这种爱 只有让人窒息的压力 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逃离了这种生活状态 之后玫瑰开始创业 在艺术品策展领域 打拼出了一片天地 在此期间 她还遇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 霍建华饰演的普家明 可普家明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 玫瑰寻觅半生 终于找到了和她灵魂契合的人 可是这个人却不能和她长相守 可那要怎么样呢 有的人可能穷尽一生 都遇不到那个人 所以她说服了普家明 留在她身边 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以上的三段感情 是小说原著和剧中存在的 但是其实小说原著中 最后玫瑰还是遇到了 想要白头到老的人 就是罗德庆 但是看来剧版是有所改编啊 还有林一的角色 何希 这个角色原著中并没有 应该是原创角色 这段明清确实就不太清楚了 不敢妄自评论了 那剧版简改了人物 可能结局是不是也会有所变化 但是玫瑰这一生 感情经历是真的丰富 这部剧改编的原著小说 作者是一书 明清一直觉得 她笔下的人物情感 如果你认同 就会十分喜欢 深陷其中 体会和感悟 书中人物的情感和生活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 就会觉得三观不正 格格不入 玫瑰的一生 就是要打破女人 从一而中的感情设定 女人这一生可以为自己而活 有良好的教育 有独立的生存能力 不是家庭的牺牲品和附属品 敢于面对自己的感情 追求自己的心中所爱 明清不知道 这样的感情放在现在 拍成电视剧 会有什么样的反响 但是绝对还是少不了质疑声 就像一书另外一部作品 《我的前半生》一样 就有很高的讨论度 但是明清也不怕挨骂了 怎么现在电视剧里 就不能出现一个女人 有很多感情经历了 初恋彭冠英 前夫林更新 灵魂伴侣霍建华 还有个新角色 可能是来一场姐姐恋 对象还是林依 最主要的是 女主是神仙姐姐 刘亦菲啊 这恋爱不换着她 你都觉得对不起 幕后团队 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啊 明天看到有人说 各种羡慕剧中的男演员 各种吃醋的 还不知道吃谁的好 到时候恐怕 就会有个幸福的烦恼 就是磕哪对好呢 请赶紧拍 拍完赶紧上线 别等 主要现在观众等不起 等得害怕 本期就到这了 下期见了 拜拜